我是Lisa 我是Lisa 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 但是我30年前 我就移民到美国洛杉矶 我在过去20多年来 我是在美国投资商业房地产 我是在差不多6年前的时候 我一个好朋友 把杰斯介绍给我 当时只是告诉我 有一个非常好的生物科技的产品 可以让我变得可能更漂亮 这样更年轻 对 因为我当时 我一直以来 我对我自己的健康 跟自己的外表 我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好的产品 所以我当时一听到 它的高生物科技 它的干细胞的技术 就非常的吸引我 所以我那时候毫不犹豫的 我就想要使用产品 我就加入 是的 一开始是受到产品的吸引 我非常的幸运 实际上我加入三天之后 我连产品都还没有收到的时候 我就见到我们的系统创办人 我见到Kim Hui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全世界最幸运的一个人 因为当时我要见Kim呢 我答应见Kim的时候 我只是非常的期待 想要见到一个成功的人 因为我觉得在每个成功者的身上 我都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见到Kim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受到她的一种爱心 跟她的一种大爱感动了我 因为我在商业房地产这个二十多年 我得到我的财富的自由 但是呢 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朋友 就像我的家人一样的 他们还在生活当中 还在打拼 还是过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方法 来想帮助他们 但是在过去 我都一直觉得 不可能 在传统的生意里面 我无法帮助到他们 所以当我见到Kim的时候 让我了解到 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可以帮助到很多普通的人 如果他们想改变的话 是可以帮助他们去圆梦的 所以我当时想说 如果我在这个 在我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能够帮助到我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这个决定 我愿意追随Kim 然后呢 能够去帮助到我身边的朋友 当然可以 因为呢 这个电子商务这个平台 我是从来没有 没有做过 所以也是第一次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挑战 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不接受 然后就是很多人 对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看法 然后的一些说法 那这个对我来讲 一些身边的好朋友 突然间好像 把我看成一个 很奇怪 为什么我已经财富自由了 我为什么要从事一个 这个一个电子商务的 这个这个行业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所以我觉得 这些朋友都是我认识很多年的 都十几年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当别人 对我的这种误解 我的intention 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是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挑战 也是蛮感觉到蛮伤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又回去想一想 就说这个生意是我自己看到了 我自己有去理解 这个生意是凭着我过去做生意 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我并不会看错 OK 所以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并没有了解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跟随我内心的 那个声音 所以我还是觉得是我坚持 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是这样子的话 就一步一步的 我觉得我也非常感激 就是说 有在Kim Hway 然后Samson Yvonne的 这些领袖的带领之下 一直对我的这种鼓励 所以就慢慢慢慢让我去 去 overcome 让我去克服 这些挑战 有一部分的朋友 我相信在经过这个五六年后 看到我的这种改变 改变不仅仅就是说 在结识上面的这种成功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他们看到我这个整个人的 跟以前表现出来的这种自信 跟这种状态 能够结识的产品 也是帮助到我们很多人 变得越来越年轻 然后呢 这种 我觉得是帮助人的一种快乐 他们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到 这种 这种脸上发出来的 这种自信 跟这种喜悦 我相信是让我身边 很多的朋友 他们就开始在想说 当初我们想的 认为这个生意 是一个不好的 不能赚到钱的 为什么看到Lisa 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可能他们的想法是错的 所以当然有一部分的朋友 依然可能 还是无法接受 但是有一部分的朋友 他们是有点后悔 就是说当初 你知道吗 我们可能不应该 这么没有完全 去了解的情况之下 就做了这样的判断 那我现在如果想要 加入你们的话 我是不是太晚了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 都是一个成功 我觉得都是刚开始 要从一个决定的开始 我觉得当你有这个决定 有了以后呢 你要懂得去坚持 因为做任何的事情 都一定会面临挑战的 所有的事情 都会面临挑战 但是当你面临挑战的时候呢 你能不能够聚集的一种坚持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说当你要去做解释 尤其是解释 我觉得这个生意 你要很清楚地 找到你的 purpose 你的为什么而做 所以当你能够碰到 这个挑战的时候 除了这个坚持 你会一直在秉持着 这个你的为什么 你的 purpose 这个我觉得是让很多人 真正能够坚持下去 不会因为碰到很多的挑战 你的原来的 你的梦想 你的为什么 你的 purpose 你就这样子去放弃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很多 想要加入的一个朋友 就是说你的 purpose很重要 再加上一个你的决定 跟一个坚持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 这个名词不是自己给自己的 因为你要有人愿意去跟随你 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的 是一个领导 我觉得一个领导的一个特质 最重要的 你是要以身作则 就是我觉得当你去以身作则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团队 你的伙伴看到 你都已经 自己本身已经做一个榜样 一个标杆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事情 就是并不是嘴巴去说 是以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行动 去做给别人看 做出一个榜样 一个标杆 所以我觉得以身作则 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